记者红美秀新竹报道 教育部12年国教新课纲明年8月1日上路 新竹是树光女中去年成为前岛学校 今年因应新课纲推出蓝钻树光跨域课程 今天由校长姚立英及学生共同发表 更推出新课纲第一个文创工在蓝钻和尚县 以香山师地的和尚县为名 结合生态文创与地方学 学生学习跳脱课本 从人文、生态与产业出发 达到巨竞争力的新课纲 姚立英说 明年上路的新课纲有三大核心素养 就是自主行动、沟通互动与社会参与 不同科目都围绕这几个主题 树光女中去年成为新课纲的前岛学校 就由10名教师规划设计课纲 带领60名高中部学生分成不同组别 进行14个月的新课纲学习 且颠覆过去以老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 以学生为主体 引发学生学习兴趣 姚立英说 被称为蓝钻树光的新课纲 以我的新竹梦为中心 横跨历史、电力、英文、资讯、行销与设计等课程 学生到不同的行政区域观察及了解 最后还设计出以香山师地中罕见的和尚写的蓝钻树光公仔 象征新课纲的上路 除推出新课纲计划 学校也进行蓝钻树光认养计划 包括家长会及万居文校基金会 昨天都认购蓝钻树光的公仔 学校会把认购的经费作为学生到偏乡服务经费 姚立英说 学生已计划明年寒假前往坚实 相思马库斯原住民部落进行客服及关怀服务 学生会负责设计课程及做部落关怀 成为实现学习的第一步 树光女中教务主任阮碧华说 新课纲以学生为主体 老师的角色除教学 更重要是引导学生思考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蓝钻树光 新课纲将陆续推出以人文、科技、艺术、语言、资讯为主体的课程成果 让学生在跨领域学习中赢得先机 最后一回目的课程从学生动到资讯学习中心成果 そより打算在学习中心的古课程师 在学习中心的课程中心的课程中心理